沒有錯 這個 現在對中國來說 我們在中國外面看到的訊息 大部分來自國際的媒體 或者是他們的網友 就是說中國的網友爆出來的 那當然就是說 現在中國北京一天 到底多少人染疫 現在中國的北京一天 大概是個位數 那整個中國大概是一千多例 臺灣現在每天大概一萬多例 那這個死亡 像這種北京的這種 要進去燒的這種殯儀館 就排隊排很長 可是他每天也幾個人染疫而已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 這其實都是資訊的問題 中國對染疫死亡的定義 又做了修改 所以白子革命之後 各位看到說什麼 他他去解封 不是 他是哪個地方在炒 就那裡解封 哪個地方炒就那裡解封 他並不是全面性的 把這東西解開 所以就有一個住在北京的 這個女孩子他說 這幾天家中的老小都相繼染疫 他叫做中標 跑了三間醫院都等不到 等不到檢查 等不到這些病房 他看到這個醫院的外面 一堆老人就坐在那裡 在寒風中 天氣很溫度很低 然後呢 他把他形容說 他們就在那裡等死 而這個中國人呢 現在到他們的藥局 要去拿藥 也沒有藥 就是說這些所謂的退燒藥 什麼什麼也都沒有藥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前一陣子各位記得蘇院長說 這個要不要開玩小生 他舉了一個例子 說中國人會不會來搶藥 那今天王必勝也有提到說 我們的普拿藤 好像在這一陣子啊 每次都被大量的買 我們一般人感冒 大概就買一盒 那一盒可能回去吃了幾顆 就放在家裡 那他發現說普拿藤 最近很多人就一次買大量的 但是雖然還有存貨 那他也建議說普拿藤的那個成分 其實還有別的藥的名字 那不一定是要買普拿藤 那叫大家這一個不要恐慌 不過這樣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們現在對中國這種疫情的認知啊 都還停留在網路上的這一些訊息 那實際上國際的這個專家評估 他大概已經有兩三百萬人死了 那染疫的人數會上億 上億的人染疫 所以後來就這樣 就他有一家公司 就貼了一個招聘員工 他說誰能夠來這裡 不是你染疫的人可以來散敗 是最好你已經確診過了 你已經得過 你已經陽性了 為什麼呢 我這家公司 如果全部的員工都是陽性 那我這一家公司 接下來就不會有人確診 等到這個中央說 你那裡為什麼管得不好 你那個城市為什麼管得不好 那省為什麼管得不好的時候 我這裡是零 因為我這裡全部都確診過 有一點這種相反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包括中國 我們每個人在中國幾乎也都有朋友 就是有朋友 那他們的狀況 但有一些地方比較好 那有些地方他的自由 他很受到限制 大家在搶搶這個核酸檢測 再搶這個打疫苗 然後再搶退燒藥 各式各樣都在搶 不過我們就是持續的這種關心 那相關的訊息 大部分也都來自這個國際媒體 OK 因為你看他們公佈的一些數字 因為長期來 中國大陸最受大家在這方面非議的 就是他的訊息 到底是不是資訊是透明的 因為如果照臺大一位民意所講的 退燒藥一瓶七十塊 飆到兩萬塊 你光看這樣的一個搶購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疫情 大概你可以猜得出來疫情的狀況 而那個地方 可能你看他公佈的數字 第一天因為確診死亡兩個 第二天五個 第三天零 上次聽到的是北韓 北韓就十二點一個 然後十二點一分就零個 那就是不讓你有確診的 就你那數字 可是人家我沒有辦法理解 當你要解封 平常講解封不是貿然可以解封 可是他既然決定要做 他們勢必要去做通盤 可是你看到所有這些狀況 你真的會很擔心 未來到底怎麼樣 我們也不希望他們出現 太多這樣一些狀況 我個人非常相信 中國大陸官方所公佈的數據 因為既然是官方 那數據如果還不可信 還能相信什麼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中國衛健委所公佈的 這個時間點 公佈到昨天晚上的十二點 也就是今天二十一號最新的 我特別有圈起來 你可以知道 他們其實公佈的病例 已經以到昨天晚上來講 昨天新增的病例 三十一個省 加上新疆自治兵團所匯報的 你看這麼大的一個全中國的區域 十四億人口 多少人感染三千一百零一人 昨天新增的病例 其中剛剛講到北京有五百四十四人 那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以按照他這個衛健委公佈的數字 上面來講 他說他這個總計 從疫情爆發到為止 他統計起來 全中國十四億人口 有三十八萬六千兩百七十六人染疫 臺灣這邊特別標注起來 有八百六十萬五千五百三十九例 我真心很想相信衛健委的數字 因為我覺得他沒必要說謊 但問題是他如果沒有說謊 那大家現在在那裡搶那個 對啊 搶什麼蓮花清溫 搶什麼檸檬 後來蓮什麼檸檬什麼柳丁 開始有人在搶 因為有人講說 那個也可以治病或幹嘛的 你說預防重於治療也就算了 但是現在看起來整體的疫情如果按照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了很多的這個 這個大陸講視頻 我們講到很多的這個短影片 其實都是他們自己的民眾拍的時候上傳 對包含到在醫院裡面 在北京裡面 你想想看 我說我說他這邊 他的那個數字裡面北京才多少例 給各位看一下 他這邊自己的數字 寫說北京五百四十四例 他自己寫的 那如果他今天染疫只有五百四十四例 然後會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我們看到說醫院裡面有人躺在那 然後呢 他其實是已經來不及火化 然後說什麼一直在火化 燒燒燒的只有到 就是已經到了要排隊 那你告訴我 我應該相信的是他的官方 還是相信他的人民 所拍的那個視頻 所以我認為現在變成是 連他自己的民眾都不相信他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真的那麼相信 會健委的說法 你們應該放心啊 你們幹嘛那麼擔憂疫情呢 所以我覺得當時在上海的時候爆發那個那個在物理木齊中路那個地方的那個民眾的那個抗議 他抗議封控的時候你會發現學生講那句話是有道理的 如果封控有用 你封了兩年 為什麼還有這些事情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中國大陸他從一開始疫情爆發到現在兩年的時間 我覺得他最沒有辦法去讓大家能夠信服的 其實就來自於官方的數字 就是永遠跟他民眾所看到的數字不一樣 我都不敢講說外面 因為我們不住在裡面嘛 我們不會知道真實的情況 但如果那些網路的視頻 還有那一些民眾所流露出來 包含我們自己有大陸的朋友 我們自己去問問到的那個狀況 都跟衛健委的這個數字上面有差距這麼大的時候 那你說大家不相信你 我覺得是正常的啊 可是將軍大家更擔心的 像譬如華盛順擁抱他們講說 因為中國大陸的疫情 因為他人口又多這些 那他的疫情會不會幫全球帶來另外一波的災難 這當然中國大陸在這個整個衛生的這個世衛組織裡面 他是最早發生這個肺炎的地方 所以按照正常來講 他應該是防範的最完善的地方 因為時間拖得長嘛 他的病原體多 他可以產生疫苗的這個這個整個這個激素就多 可是為什麼會這麼害怕 就表示這段時間 他們對於防疫完全是用圍堵 沒有提供有效的免疫措施 就是疫苗沒有按照這個世衛組織的方式來給他注射 所以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內部的人民 他們的抗體是很低的 那大家現在我們覺得誰染疫了 好像沒有很嚴重 對啊 沒有像就休息休息五條 對 小五跟你想想看 在二零二一年的一月份 那時候不逃事件發生 我就住桃園 那時候不逃 周邊的人是人人自圍 便利商店都關門了 為什麼怕 害怕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疫苗 沒有任何的這個免疫措施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 到了現在二零二二年 我記得上一次那個指揮中心說 大概是五六月份那個疫情會到最高波 會到八萬人每天 好像大家沒有緊張 因為大家覺得我已經打了三劑了 所以我就算罹患了這個COVID-19 我在家休息個七八天吃一點這個藥就好了 後來十月份我也確診 我就在家等了七天嘛 那大概所有的症狀都出現一輪之後我就好了 那可是現在中國為什麼會被華爾街日報說 可能會變成下一波疫情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在於這些年來 他沒有做好完善的防疫措施 他的疫苗沒有注射 就是說他內部這些人 他沒有免疫能力 那沒有免疫能力 這個COVID-19會不會再次的必變 再變再調整 那他突然間因為白紙革命的關係 開放了 那是因為政治因素的開放 不是因為衛生條件防疫作用已經到了非常完善而開放 這跟全世界開放的標準不一樣 臺灣會開放 剛剛小哥也講 我們經過了多少次的測試 然後檢驗數據 我們才開放 全世界都是如此 可是中國大陸的開放是因為政治 因為白紙革命一夜之間開放 那叫做洪水猛獸 所以我才說華爾街日報擔心 全世界都擔心 都非常擔心 因為天氣又變冷 又遇到過年 如果這個狀況 在中國人最多的狀況之下 農曆新年到處游移 轉移人員群聚移動 哇 這是不是第二個高峰期要出現 是的